算命的说了 今年我就会有桃花韵 而且是拿手术刀的 你在干嘛 恋爱跟他打仗一样 知己知己方能百战百战 人生最大的特殊就是调帅哥 你干什么呀 动手动脚的 我没有动脚啊 我只是动性的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想遇见的人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遇见后才发现 原来你也在这里 女人啊 逗逗她们开心可怜 至于感情 太适合了 我是宁圈勿赖 你呢 宁浪无权 杜小姐 想必你勾引所有男人的时候 都是认真的吧 我跟郑榕是真心相爱的 凭什么这么说 就凭我知道杜小姐真实的意念 你不认识 我现在有能力给你幸福 给我一次机会好 不过是个会习前男友写的狐狸精霸 装什么青春的工作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突然不见我了 小姐让我从来都没有真的爱过你 我们分手了 杜小姐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也没有一点连曲之心 我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一个人 我不用放我的 命运总会在你出其不意的地方 给你一个闷鬼 让你知道你以前的凶心壮志 不过是个徒劳的笑话而已 你来把我这些失去的一切群人夺回来 有些东西就是与生俱来 长得骨头里的 再怎么修饰 也挡不住那一身的停酸劲 你宁愿把自己封在躯壳里 也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情假的一个可悲之人 杜小松 你现在自以为是的样子 令我讨厌 滚 我就是要把雷雨震逼到死角 人在做天在看 雷雨震 我记得我继续不下去了 我记得我继续不下去了 时间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弥补确实的痛 没有治愈不了的伤 也不存在 不能结束的痛 爱情是圆间烟火 不是王子和公属的童话故事 但爱的内容只有一种 它只要在你心里伤了根 也是你活下去的理由 那是你活着的 天原来是小松 你怎么会让人家拥走 你就会让人家拥走 你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你不能拥走 老人家拥过 你能死